大家好 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的频道 这个是之前在台中买的汪式潮舌兰 那基本上呢 你看我的种法很特别 基本上没有什么材质 几乎没有水草 那他来跟了 那为什么会利用这个材质的种法 因为我那时候问那个老板的时候 他说其实这一类的兰花怕湿 所以呢 就怕水的意思 所以呢我就打算用这种模式去上板 就是利用一个板子 这个是一个收木板 然后呢 把它绑上去 因为他下面有水雾机 所以他每天水雾会往上飘 对 所以因为水雾往上飘的关系呢 他就会有雾气 那这时候你看他的 他的那个植株还是还蛮OK的 水分都有进来 那这一类型的兰花 其实有一些类型的兰花 都有这种特性 这个汪式草舌兰呢 他原产在中国到越南的地方 大概800公尺左右吧 那这一类型的兰花 有些是附生在那个树木上 那完全几乎是裸根的状态 那所以呢 他不太喜欢 像是落叶蝴蝶那一系列 也不喜欢水草 基本上你有水草附上去 它就会烂掉 跟台湾的蜘蛛兰很类似 这一类型的 所以这类型的种法呢 它就必须完全裸根 完全裸根 就完全不能有任何的材质 所以在种兰花的方面呢 很多种不同的品种 它有不同的种法 如果你每一个 是不是每一种品种 都是用同样的上板 或者是材质包上去 或者是粗料 不太一样 每一种会不太一样 那像这一类型呢 就表示它 根系很怕湿 这一类怕湿的个体呢 如果你完全都是用 水草包上去的话 它根就会烂给你看 就水分太多了 那其实帕利席那一系列 我也是觉得是 这样子的种法 基本上 我在种帕利席的时候 我发现也是 全裸根状况是最好的 就是完全不包刃的东西 其实loby也有点点 类似这种概念 就是那种小兔子 那一系列 有点点这种概念 好 那这个呢 你看它开始长根了 就长根了 就慢慢的稳定下来了 那它的开花季 其实是在春天 不过因为这个刚买过来 然后还没有跟 等到它跟上去以后 要开花可能要明年了 这是春秋天 我看它 我查过它开花季 是秋 冬天到春天 所以理论上是这个季节 那基本上呢 它就是绑上去以后 让它出根 让它出根 那后面你看这个灰灰的根 这个就表示它是已经枯死了 这不用理它 那只要这个新长的根都OK 那基本上目前看起来的 植株的水分啊 状况都还不错 所以呢 在种这个方面 可能如果你没有水雾基 你就要多浇水一些些 基本上就是可能一天 要浇个两次 会比较好一些些 那如果你像我是水雾基 我就直接把它吊在这里 就吊着 吊着不理它 它就照样的去 长它的根部出来 那就是表示它在 它让它感觉 有点它在雾灵带的感觉 原产地可能会比较类似 这种有雾啊 有水气的地方 有一些狼花 它在原产地 是靠那个雾气而已 它不是靠水 就是它雾飘过去以后 就会产生雾气 那这类雾气的话呢 就可以让它的根部有水分 所以基本上不太需要很多的水分包在里面 其实在野外 如果你有看过蛇木的话 你会发现蛇木上面不太长东西 不太会长兰花 基本上很有趣 不知道是当时到底是谁想到拿蛇木去种兰花的 这我们觉得蛮好奇的 原产地的蛇木呢 其实我去蛇木 你去看过那个蛇木啊 或者是松罗之类的 你会发现它上面其实不太长兰花的 长绝类比较多 基本上都长绝类 很多兰花其实长在岩缝里头 或者是长在岩壁上 像是台湾很多的原生种的兰花 其实它都长在岩壁里面 都不一定是长在树上 你会发现很有趣 当然还是很多的品种 它是附生在树上 像豆兰之类的啊 或者是有一些松兰之类的啊 都是附着在树的部阱 这也是每种兰花有不同的特性 那当然它的光线也会跟着不同的品种有所不同 有些品种比较高阳光 就是它长在树顶的 像石虎兰类的 如果你有看过台湾的白石虎的话 基本上它就长在中段以上 就是强光区啦 那如果是像豆兰也是长在顶部 那有些地生兰就长在阴暗的树下面 所以它的虚光料就不用这么的高 好OK 这个就是这颗的种法 其实就是我种 就是完全没有材质的种法 所以有些兰花你可以这样试试看 就完全不要材质 就是种上去 它当你的环境时速够高的时候 其实可以这样种 它过来就会攀上去 那这个问题就是你要长浇水 不能不浇水 因为它就会太干 好我们下次见囉 拜拜